运用电脑程式指令 结合物理科学知识 让地理地球科学变得更简单有趣 石门国中学生余子言 首度参加2024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 继台湾选拔赛 以智能地球仪 这项发明是拿下了台湾选拔赛铜牌 专注的操作智能地球仪调整数据 让地球仪能发量转动 这是石门国中余子言同学的创意发明 在今年首度参加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 继台湾选拔赛拿下铜牌 他希望透过这项发明 让地理和地球科学的知识变得更简单有趣 我弄的是Arduino的UNO版 还有面包版 然后再加上一些LED灯条 然后再搭配电脑里面的语音系统 然后来进行语音控制 在发明智能地球仪的过程中 余子言碰到许多挫折 像是灯条电池接触不良 程式指令错误等等 经过指导老师中少民的协助和调整 并鼓励他从失败中学习 可是你知道学生通常都是这样 有时候可能一时兴起 但是老师鼓励他之后呢 他能够慢慢修正他的错误 然后让他的问题一步一步克服 然后从试赛 然后慢慢进到全国赛 没想到他能够一步一步过关斬将 那我们在这边也很恭喜他 祝福他 智能地球仪的秋梯采用3D列印PLA线 才制制而成 外观则是采白胚设计 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动手DIY彩绘 增加学习的好奇心 透过语音辨识进行声光互动 预角娱乐 从中学习科学的知识 桃圆新闻刘宇哲辽恒约采访报道